大家好 今天我們GSECOMES 和大家來到英國南岸 一個叫做Eastbourne的地方 看一個新樓盤叫做Middlebourne Place 發展商是David Wilson Homes 其實同一樓盤有另一個發展商是Barris Homes 我們之前也拍過影片 大家可以看看以下的連結 這個盤的賣點可以說是景色 就是我們前面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的山頭 那個景色也是很漂亮的 這個位置可以說是 背山面海 其實距離南岸的海邊 大概都是十幾分鐘車程 就到 我們這次跟大家看看 這個三房的獨立屋 屋形叫做Hartley 是一千零一尺 這個是一個兩層高單位 地下和一樓 這個是個花園的圍欄 有兩級樓梯才可以上去 可以稍為高一點 這個屋的位置 給外面的路面 都是一個紅磚的傳統的設計 前面都是一個小的花園 進來的時候 圓關位都OK闊的 現在還在做一些首尾 譬如在鋪地板 這隻是Antico地板 現在就是剛剛開始鋪 鋪完地板 其實都是在講 大概一兩個工作日 都搞定的 這邊 那廚房和飯廳這邊 也有很多陽光進來 現在就是上午的十點多 還有窗戶也很大 Raidator 一組的電掣 這邊就出去了花園 花園也算是很好的尺寸 還有沒有任何很明顯的高低位 它好像有很輕微的暗次 很輕微 也算是一個挺平的花園 然後這邊也是另外一個Raidator 再加上一組的電掣 這邊就是廚房櫃的顏色 看看 因為都比較多層 就是這一種的深啡色 至於這邊已經裝了洗碗碟機 一個都挺大的升盤 前面有窗的 看著花園 這邊有四個明火煮食的爐頭 然後再加上一組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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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燒煮 是的... 一個燒煮 那這邊呢 都幾乎整好 那這些呢 都只是櫃 那冰箱就在這個位置 是有個洗衣房的 那波羅就放在前面了 因為它現在碟地板剛剛鋪好了 我都不想踩進去 但是呢 都可以見到 有個Storage在這裡 還有兩個的位置 一個是洗衣機 另一個是乾衣機 還有這邊也可以 有一扇門可以出花園那裏 好了 看完廚房之後 在旁邊這個位置 跟客廳之間有個WC 都算是闊落的 有個抽氣線在上面 之後我們就脫鞋 進來個廳 始終地址剛剛鋪了 都有兩隻大的窗 現在呢 完全連我開的燈 都是非常之光亮的 那電製方面呢 這邊有左邊一組 右邊一組 跟著電視的插頭 這一邊 也有兩組電製 再加上這邊呢 這邊還有USB 挺好的 這個我也挺喜歡的 這個廳 之後呢 我們就上樓上啦 還是脫鞋呢 已經鋪好地毯了 很多人很喜歡這個位置 一個Landing的位置 有一個窗 還有可以開到的 會令到整個的 整個中間的位置會光亮很多 上來之後呢 我們左邊有一間房 再加上一個浴室 在右邊呢 有兩間房 我們先看看這一邊 那這個就是主人房 那主人房呢 再看看 這邊呢 是有兩組的電製的 那他也預料到這邊呢 是床頭的位置的啦 那這邊就是床尾的位置啦 有組電製和電視插在這裡 所以他就預料到你在這個位置這樣 看著電視 那這張窗也挺大的 很夠高身 那望的頂就是這樣啦 對著 前面打扯可以看著這條路啦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都見到多少的綠色的位置的 那 有可能自下那邊起了樓之後呢 就未必會 直接這樣見到啦 那這條街呢 都OK闊的 不算是太窄的 那門口進來這個位呢 那最正常的做法呢 都是 整個的 大的衣� 就算是太貴的啦 那這個就是那個 那現在呢 是未鋪這個地板的 那麼地板呢 就是剛剛才看到的那種 Antico的地板 都是啡色的那種 那有個大的 浪毛巾架 都可以改得非常之好 那一個 是一個 是一個 的洗澡的位啦 還有呢 窗台呢 有位置可以 擺下一些東西 那個抽氣線就是這個位 是 是 是 銜盤啊 那 那 那 看完主人房之后 就看下这间房,这间比较小的房 它有两组的电制 在我们镜头的左手边和右手边 看着的镜头就是这个 也看到后面的树 在这条隙上也看到 这边有树 正正在我们现在的左手边的游乐场 所以小朋友的话就非常之好 正正在这里 很近就已经可以和小朋友出来玩了 出来放电 那创业就放在这个位置 那这间房子我觉得做单人房也可以 或者做一间书房也挺好的 如果做一间书房的话 放一张书桌在这里 你把头出去 都可以看到小朋友 在外面玩 出来的这个走廊位 都算是阔的 不算窄的 那这边有个 Storage 然后就是个 一间书房 房间房子 也有窗的 所以这个单位两个浴室都有窗 这个单位的浴室都有窗 抽取线在上面 这个做了半研的 還有這裏呢 將會鋪適合先的硬貼附地板 窗戶也有位置可以按鍵 窗戶可以開到一半 上面的一半可以開到 之後呢 再看看這個Backroom 2 窗戶的尺寸都可以的 還有呢 現在還沒弄門了 那這個位置上面有個Storage 這是一個樓梯頂的位置 這裡樓底有大概兩米三左右 至於電鍵方面呢 這邊有一組的 另一組就在這裡 再看看屋外面的景色 這個樓梯頂的位置 就是對著這邊的物堆 還有其實對面的樓已經是全埋着了 那麽是第一次的樓全部都是SOLD的 那麽都是一律的 那麽是對著這邊的樓已經是全埋着了 好了 那我們就看完這單屋裡面的環境了 那我們看看外面 那門口呢 那我會鋪回這個Antico 那都是一兩天的貨制就搞定的了 這邊也很快 還有呢 看回門 上面有玻璃 這邊也有個大的玻璃 那所以呢 這邊的玻璃是有無沙的 這個位置有個Gradator 那所以呢 那個私隱道都OK的 那都出來看看外面的環境了 那我們就走回去房子的後面看看 那旁邊這邊的窗就剛才見過廳的位置 那這裏有兩個的泊車位的 那也有隻門可以回到廚房的位置 這裏最少都拍到兩架車的 應該都拍得很輕鬆的 那是一個share的driveway 那我們看看可不可以進到花園 進不到不要緊 我們都可以這樣看到花園的了 還有房子的後面 那葛花園呢 那葛花園呢 那都是沒有什麼明顯的斜的位置 那草皮都鋪好了 那葛花園都是正正方方的 沒有什麼三尖八角的位置 那都幾好 那跟對面的屋呢 距離都不錯的 那邊呢 還有一個水龍頭位 那邊呢 那邊呢 也有個水龍頭位 那邊那邊呢 那邊呢 看完那邊呢 那邊呢 再出回這邊 那邊呢 看下 店屋前面的環境呢 那邊呢 對面的街屋呢 也不錯的 起碼中間呢 多了一個位置 呢 多了一塊草地的位置 變成這個chair的driveway比一般闊落很多 垃圾桶就放在這個位置 還有這個driveway比旁邊的深一點 所以應該是拍到最少兩格甚至乎 又可能拍到三格小的車也不一定 跟對面屋的距離都算是幾闊 對面屋前面有花園 條路都幾闊 剛才也提過這裏有個 遊樂場 看看裏面是怎樣 暫時是未開 我們再走近一點 這邊也有一些房下泊車位在我們正前面 看到也有千秋 一般平常的遊樂設施 然後看看對面的樓 都是獨立屋 為主的 剛才看這個單位 放售價是 414995 410K都不用這個三房的獨立屋 在這個屋苑裏面 剩下的主要都是四房為主 我們長遠一點去另一個位置看看 因為其實 剩下的單位 四房 看著的景色 是非常之漂亮的 前面看到的 那麼大塊的草原 和山景 對著那麼漂亮的山景的樓 都是四房為主的 價錢 是由 499 999995氣 大概500K氣 再看看這邊的樓 有不少的樓都好像這一種的屋形的 叫Exeter 前面 那間屋的位置 青房 景色都相當之美 陸化的地方都很多 刚才提过这里有两个发展商是Barris 也都在Barris这个范围里看看 正正我们前面这间是一间四房的独立屋 放售价是514995 515K四房独立屋 都是一个车房和前面两个泊车位 旁边有半独立屋 这个是三房来的 三房的半独立屋 在这个楼盘就是329995起 前面都是在建楼的 Barris范围范围 过回对面 对面的这个单位放售 这个是5房的单位 是Lambleton单位 519995有一个车房和前面两个泊车位 对面的都是比较多独立屋的这个范围 这边这几间应该都是卖了的 那扭与扭之间距离都不错啦 那介绍到Eastbourne的 那当然不可以不离海边啦 那我们现在身处的呢 就是Eastbourne的一个沙滩海滩上面啦 那右手边都是市中心的位置啦 大家可以看看这么漂亮的景色 那我们现在站在一个位置呢 就是在码头上面啦 那所谓的码头都不是用来停船的啦 那其实都好似Brighton啦 和很多的海边的城市一样啦 那这个码头呢 都是用来做了一个娱乐的中心啦 那还有很多的食肆的 那食肆多数都是一些小食店 外卖店多一些啦 那其实这个也都可以说 英国其中一个旅游的热点啦 尤其是在伦敦开车过来啦 那都是一个多钟就到 那所以都好受伦敦人啦 或者在英国东南边住的人啦 那他过来这里去旅行会散心啦 那另外呢 也有很多Facebook group 都提过七姐妹叫的Seven Sisters 那就是这个地方啦 那正对的时候啦 你看看日落呢 是非常非常之靓的景啦 那这个完全没有用Filter的 基本上呢 都是见到一些日落的光 打开一些石上面 好像一些熔岩那样的颜色啦 很快那介绍完海边之后呢 都跟大家来到火车站啦 在市中心里面 那这架火车呢 其实大概一个半钟左右 也可以去到伦敦的Victoria Station 那么快那班火车 一个钟头铃24分钟就到啦 那火车站呢 那就是在 这个市中心的位置啦 非常之方便的 那这个就是可以说 其中一条的high street啦 那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 走去海边呢 大概都是10分钟就到啦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市中心的 可以说是外围 即是最旁边的位置啦 那我们的左手边呢 那就是一个 Eastbourne里面最大的 室内的商场啦 那附近都 是的 街外面呢 很多店铺的 那Eastbourne里面呢 也都有 超过10万的人口 都不算小 那英国白人 佔了都超过九成啦 那而人口的结构方面呢 那其实 老人家比较多些少的 那都接近四分一 人口是65岁以上啦 那这个都很正常的 那在很多英国的 比较海边的城市啦 都是一些退休的人 比较多啦 那这边有巴士的 这个巴士呢 有些是可以去到Brighton啦 那除了走商场之外呢 那由市中心去到海边那条路呢 那也都有很多的食肆呀 那这些店铺的 那介绍完Eastbourne和海边之后啦 那我们回到樓盆这个位置 那都和大家看一下周边的环境啦 那这边这边呢 那这边前面呢 那有一个的免费图书馆的 那基本上大家可以 免费地在里面拿任何书啦 和捐出任何的书籍 给到的 Local的人啦 那大家可以 用交换书来看 那我们现在呢 就走出去 外面的大路的位置啦 其实都不远的 大概一分钟 两分钟就到的啦 那我们看一下 旁边的现有的民居啦 那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呢 在一个的 住宅区里面 所以呢附近都 没有什么大型的建设啦 又或者是工业区啊 那我们这里呢 去回市中心呢 大概都是十分钟的车程就到的啦 那如果是不开车的话呢 那其实都有巴士的 那巴士站呢 就是这条的大路啊 那 左右两边各有的巴士站啦 一来一回的方向 那 那在这里呢 也都有 那 那 大概 駕駛车或者巴士啦 都是几分钟啦 三分钟至五分钟左右啦 都有好几间超市可以选的 那 譬如是 Tesco Extra 不是 Extra Tesco Super Store 那 Extra 是最大的 Super Store 是第二大的 那种的 Tesco的 的店铺 那 那 除此之外呢 也都有 大型的Sainsbury's 大型的Morrison's Odi 那 也都在这个位置呢 那 有个火车站 叫做 Hampton Park 的 那是去Eastbourne 之前呢 由伦敦出发的话 那 未到Eastbourne 之前的那个站 那 这个呢 就是巴士站啦 那我们就了解了整个Size Plan先 那整个项目呢 将会预计在2025年就完全地起好的 那有两个发展商的 那一个是我们现在 身处的 那个David Wilson Homes Office 那另一个呢 就是Barrage Homes 那我们今天 要和大家介绍的 那就是有几个单位啦 那这个是209一个单位 那234 335 334 334 332 331 那这几个呢 全部都是available的 那再看回方向啦 那北面呢 那是上面 那所以呢 那其实这些都是 修菲聖教顿 那都向南的 那至于这个单位呢 那就是向着西 那西南的方向啦 那这个都是向南的 所以其实 所有的单位呢 那今天 我和大家介绍的 那都很好 那我们呢 也有另一段片 是介绍 Barrage 和David Wilson Homes 的示范单位的 那大家可以留意 那下面的连结 那今次和大家介绍 这个燕楼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啦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如果大家想透过 英国道租楼 卖楼 装修 甚至乎卖楼呢 亦都欢迎随时找我们的喔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1 2 1 2 4 1 2 2 6 3